当我们真的觉得紧的时候 通常有伴随着活动度有受限嘛 我们就用反方向先做排除 伴姿全身腕曲检查 那就摸脚趾的动作 要注意什么 大家要记得弯腰不是只有弯腰 那也是弯髋关节曲髋的动作 比例上约略就是上面打的一半一半 双手向下摸脚趾 有些人要摸不到脚趾 或有些人这个膝盖弯一点怎么办 我们要先能够解读 这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他摸脚趾的时候 膝盖这样弯的时候 代表后侧链 可能他不能被拉长 我们要想办法让他可以被拉长 我摆到可以被拉长的位置 玩法是这样子的 先故意的脚踩稳之后 把膝盖用力扭 往外往外 然后试试看摸摸到脚趾 或是会不会觉得腿紧紧的 好那我们反过来 帮我把膝盖朝内往内转转转转 再往下摸脚趾 觉得往外转比较紧的举手 有没有觉得往内转比较紧的 你看一半一半哦 你只要记得说好他真的觉得紧 然后活动度也受限 往反方向先做进行 Hopefully we'll see you next time